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的坐在电视机前 收看今天的黄金时间 我是尼佳 在新的一年当中 如果您遇到了开心的事 或者是烦心的事 千万记得给我们黄金时间打电话 热心电话呢就在屏幕的下方 我们也会将您的事情和各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的 首先呢还是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新闻看点 极寒天气继续笼罩欧亚 青春走机层红红火火闹元宵 泰顺三万人共赴百家宴 中国游客买空美国机场免税店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 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 据苏丹有关部门通报 中水电公司苏丹项目部 预行事件中 重担失踪的一名中方员工已经遇难 苏方已找到了遗体 并将尽快地向中方移交 中国驻苏丹使馆将协助有关公司及家属 尽快予以确认 并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继续来关注一下席卷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寒流 随着欧洲寒冷天气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法国等西游国家五号也相继受到冷风的侵袭 巴黎档片迎来了京东第一场降雪 同时法国三分之二的省份也亮起了寒流黄色警报 西北和东北部的气温普遍在零下8至15摄氏度之间 到目前为止 法国已经有五人因寒流死亡 其中两名患老年痴呆的老人和两名无家可归者冻死在世外 一个11岁的孩子掉进冰窟窿淹死 意大利首都罗马也迎来了近30年不遇的大雪 这场难得一见的大雪给罗马的游客提供了不少乐趣 但也给当地政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在罗马不少地区 积雪已达到20厘米 包括科洛西姆原型竞技场在内的多处旅游景点 都应被大雪覆盖而暂停开放 罗马市长詹尼·阿莱曼诺丝毫表示 受大雪影响 学校被迫延迟开雪日期 同时他还呼吁更多市民 帮助市政府相关部门清理积雪 这些交通事故主要发生在英国中北部的高速公路上 交通事故造成了严重的赛车 在约克郡北部的一号高速公路上 堵塞的车队长达40公里 虽然交通警察全力疏导 但是各种车辆依然步履蹒跚 塞车现象从6号凌晨一直持续到中午 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 拨黑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 降至零下25摄氏度 不少正在路上行驶的车辆 都被埋在了两米多厚的积雪中 由于雪太厚 救援人员只能先除雪 再将车里的人救走 连日暴雪使克罗地亚南部一些村庄的进出通道都被封锁 在维图萨村 一位名叫马尔塔的妇女即将生产 但是位马尔塔接生的医生 由于雪太大 无法进村 医生只好通过电话指导两位邻居帮助接生 马尔塔最终安全产下一名女婴 她给新生女儿起了一个好听又应景的名字 白雪公主 接下来看看浙江的元宵情况 农历春节一过 各家各户都要忙着准备闹元宵 听说浙江中部的金华一带闹元宵的活动非常有特色 所以我们黄金时间的记者 就在元宵节来临之际 来到了金华的东阳和浦江 寻找那种闹元宵的热烈气氛 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的南兴村 是个由八个自然村组成的大村 百分之八九十的村民都姓张 我们一走进村里的大礼堂 只见两边已经排放好了闹元宵的彩灯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叫走马灯 是那个阴子 就是那个这个子是比较合理的 合理的用那个撩 撩出来的 这个要花很多功夫 走马灯的这些道具 在表演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村民负责 而这些村民往往是村里长得最漂亮的姑娘和小伙 记者发现整个大礼堂里 聚集的村民并不多 村长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很多的村民还在自己的企业里做恢复经营的准备工作 中式家具制造业一直是东阳的传统产业 南兴村的书记和村长也都带头创办了自己的家具企业 记者来到书记和村长的企业里 虽然还没有到上班的时候 但各式各样的家具样品已经摆满了整个展示厅 而在春节放假前 这里也是空空荡荡 因为产品卖得非常好 村书记告诉记者 南兴村企业规模最大的是普通的村民 因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企业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吃过晚饭的村民把大礼堂挤了个水泄不通 不分男女老幼都想站一个好的位置 记者得知今天的闹元宵活动 就在村礼堂前边的广场上 先由村马登队展开表演 然后再由一支近300人的五龙队表演 很有地方特色的五板凳龙表演 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生活越来越好了 大家都高兴过年了高兴一下 为了继承这个传统 马登轮番表演 掀起了观看村民的一阵阵喝彩 其实表演马登是按严格的套路进行 村里伤了岁数的老人 都会把这种表演套路仔细地告诉年轻人 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参与马登表演在村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现在日子好过了 很多年轻人都非常愿意加入进来 感觉很漂亮而且特别美 以前的话好像也只有这种事没有看到过 我听我奶奶说她小的时候有看到过 感觉很自豪 30分钟后村口响起的激烈的鞭炮声 一直由200多张长木凳连接而成的板凳龙 走进了广场 顿时人声鼎沸 闹元宵活动进驻的高潮 板凳龙的每张板凳都代表着一户村民 而这家人家最壮实的男丁 就负责这一节的龙声舞动 由于板凳龙很长 所以当头对有摆动的时候 尾部就会大幅度地甩动 后半部龙声的村民会显得更辛苦 人小姐在这年 这个快乐的 就是很高兴的 整条板凳龙在广场上 舞动约半个小时后 就会沿着主要的村道 给各家各户带去祝福和好运 这个时候家家户户 就会趁着神龙临门之际 拼命地放鞭炮 想来想去就是想老百姓 有一个好儿子 能够 一个盼头 黄金时间记者张新潮 邹思佳浙江东阳报道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同样还为大家带来 浙江农村红红红的沁元宵活动 请大家持续关注 这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快乐日子 浙江沉乡各地的龙藤武师 彩灯绽放并举办了传统的民俗活动 以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欢度元宵佳节 今年是龙年 元宵五龙自然成了主角 号称东方第一龙的贫阳熬江大龙 昂首游走在人群中间 前有锣鼓开道 后有管乐队 汉船队 央歌队 腰鼓队助阵 上万名群众兴致勃勃地聚集周围 一睹风采 今年是龙年 龙腾活跃 今天过来也是想 沾一些龙气 今年发大财 在云河 楚州第一龙云河降龙 蜿蜒行进在街道上 时而盘旋 时而翻腾 威武的龙头更是让人嘖嘖称赞 在武艺县柳城奢族镇 五条传统的奢香龙灯 由数百名年轻的奢香汉子舞动 龙灯所到之处 奢民们争相迎 赏花灯 猜灯米 吃汤圆 温岭市上王村 一对高于21米的特大龙凤花灯 昨晚闪亮灯场 每盏花灯重达1000多公斤 需由40名状态 才能将它树立起来 在渔航区临平人民广场上 一座16米高 石龙相聚细滚灯的灯盏 十分夺人眼球 几百盏五彩缤纷的鱼灯马灯 把象山石谱渔港装扮得流光溢彩 尽管今天下雨 但在灵安前往陵园 还是有不少市民前来猜灯迷 其乐融融 在北伦白风元宵庙会上 重新发掘的民族项目 木偶人响七对 吸引了不少游客 在铜鲁 剪纸 木雕 竹鞭 鞭草鞋 糖化 大等26个飞移项目 一字排开向市民展演 长兴春蚕公益的志愿者 为市民送上温暖的汤圆 和甜美的祝福 很好吃 甜心的 甜在心里面 元宵节本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可是也有不少的人 因为工作的需要不能回家 他们在一厢与同事 一起来度过元宵佳节 同样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 今天上午在宁波轨道交通二号线 一七工程南站的工地上 来自湖北的李从建 正对工地上的13个水泵 逐一进行调试 从2010年进驻南站工地算起 今年已经是李从建第二次 在工地上过元宵了 中午刚下工 李从建就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喂 老婆 今天阮小姐快乐啊 快乐啊 行二到五的身体好吧 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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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这一切都放心 七年春节期间 李从建主动申请 和60多个同事一道留守在工地 今天中午 工地上还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北轮的宋州奶奶陈姓蒂 以及20多位城管义工和热心网友 专门赶到工地 为留守的工人们裹汤圆 热腾腾的汤圆 让李从建有了回家的感觉 是一样的 我们那儿住的也是这样的 没想到在这里有人感受到那个家的温暖 闹元宵是中国人的传统民俗 但是越来越多在北轮生活的外国小朋友 也想在这个节日里狂欢一把 昨天下午 玉兰社区的20多名外国小朋友 拿起剪刀彩色纸学做花灯 社区还安排他们和当地群众一起 提着花灯巡游北轮 元宵佳节 各地有不少独具特色的习俗 那今天中午号称中国第一福宴的温州泰顺 百家宴再度开席 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三万多名游客 第一家宴伏节开始了 随着厨师长一声令下 百家宴正式开出 今年的百家宴第一道菜是汤圆 另外还有不少当地的农家菜和温州特产 来自五湖四海的三万名游客 一起拿起筷子 同吃天下第一福宴 共度元宵 旁边独具特色的五龙八宝灯表演 把气氛烘托得热闹非凡 不少外地游客说 身临其境地感受 这种民俗文化还是头一回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拍摄 今天朋友说的 这里百家宴吃了 他会发财的 所以我们就来了 百家宴在泰顺当地又称作福 已有千年历史 最初百家宴仅是同族人聚集在一起 逛进元宵节午餐 后来外星人不断加入 不管远近来的都是客 渐渐演变成一场大聚餐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不少人会专门为了吃百家宴 在元宵当天赶来泰顺 2010年泰顺百家宴举办规模超过6000桌 以中国第一幅宴载入吉尼斯记录 而为了从以往的量多项打造精品转变 今年百家宴数量减少到2500桌 接待3万多人 比去年少了1万多人 受元旦春节双节影响 一月份杭州二手房买卖成交390套 创下了61个月里来的新地 而二手房租赁市场有了小福升温 春节过去半个月了 杭州不少中介依然大门紧闭 下午两点 记者走进泪于文艺路的这家中介公司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从早上开门到现在 我们是进店的第一波房客 正月以来 这家门店没有签注一单买卖 根据杭州透明受房网统计 今年一月份 杭州市二手房成交量 比去年一月份的2248套 减少了1858套 同比下降82.65% 创下61个月来的最低值 成交萎靡 许多二手房房主 都悄悄地把挂牌价调了下来 这个下降的应该是比较多 城市新宇 有套房子 原来的市场价格 大概在3万到3万5之间 其他价格基本达到2万7 也会出手 从去年7月到现在 原本聚在这个十字路口的 近20家中介 现在已经倒下了一半 剩下的公司也纷纷把业务重心 转到了以往看不上眼的租赁业务上 与二手房买卖房东 纷纷降价相反 出租房东都或多或少地提了价格 出租房价格房东提高了 大概5个点左右 专专业人士分析 正月15过后 上班族大量回航 再加上人们对时下购房的谨慎观望心态 航程的房屋租赁市场将有持续的小幅升温 接着来关注您身边的新闻 2012年的2月4日 法国巴黎的华人分别举行庆兴春贺龙年活动 一起来看我们驻巴黎记者海芬发回的报道 下午2点钟 活动的重头戏 武龙武师社区巡游 在一片热闹声中开始 有52人共同挥舞的长津龙 三只威武的熊师 伴随着中国传统的敲楼 打鼓的炮竹生 在巴尼奥内华人社区舞动游行 随后社区文化中心还举行了亚洲游戏项目比赛 中国的麻将国际象棋等比赛 吸引了不少当地中外居民共同参与 当地的庆兴春 闹元香活动 还包括中国美食晚宴 儿童绘画脸谱 卡拉奥开歌唱比赛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巴尼文化人沙龙和全法北京人协会 法国天津协会 旅法山东 安徽同乡会 在巴尼二区的永辉池通馆 举行了春节大联欢活动 巴尼文化人沙龙负责人 同时也是全法北京人协会会长 托爱宁主持的活动 中国驻法时光领事部 他年因应秘代表使馆发言 他说几个华人协会 虽然都比较年轻 但是都有各自的特点 在帮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促进中华友谊和文化交流等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比如说 邀请国内画家在卢浮宫里面画展 邀请北京舞蹈学院来发演出 为桥界增添了色彩 他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一如既往 会晤更加兴旺 这将国际巴尼亲爱的报道 更多的新闻快速浏览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点击 春节北京游客出镜游向来火爆 尽管价格较平日昂贵不少 但仍有大批游客争相报名 春节期间 中旅总社共有约400人飞赴美国 据一位华人售货员介绍 春节期间 中国游客在机场免税店雪拼 顿时买空了货架 每年一度的春宴 在美国华人小区 可说是一件隆重的大事 无论世道如何萧条 春宴期间滑布十四 不论大小贫贵 无不宾客如云 而围绕着春宴的各行各业 也都一一被启动 生意兴隆 日本这个冬天实在太冷 在连日低温暴雪的情况下 流感影响范围迅速扩大 厚生省的最新统计显示 该国已有175万人感染新型流感 目前8人因病死亡 华盛顿大学财务新算法显示 今年5800名新生当中 18%来自海外 而中国学生就占了11% 他们每位学生 缴纳28,059美元学费 为华盛顿州学生的三倍 校方表示 近年全美许多大学 因经费删减 为弥补开支 而采取增加招收 缴纳全额学费的外国学生 其中并以持有美国债券 最多的中国为主要目标 从6号开始 法国航空业主要工会 开始为期4天的大罢工 抗议政府推行限制工会 罢工权利的法案 法国各机场航班 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60年前的2月6号 10年25岁的 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 继承英国王位 60年后的这一天 伊丽莎白二世低调迎来 登基60周年纪念日 成为英国历史上 第二位再未超过60年的君主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看看有什么您需要的实用资讯 美元现会买入价629.88 现超买入价624.83 卖出价632.41 欧元现会买入价824.88 现超买入价799.41 卖出价831.51 黄金最低价1718.58美元 最高价1722.12美元 白印最低价33.59美元 最高价33.67美元 美国的乐投号码为8122533455 法国的乐投号码为15492413293 杭州今日楼市成交量24套 宁波46套 温州9套 接下来看今天的互生两世的收盘指数 好的今天黄金时间的新闻就到这里 在接下来时间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华人天地 今天华人天地要为您讲述的是 法国加华集团执行董事 黄金的故事 我们明天见 欢迎订阅 Because 平西瓜 prote区 五颗 紀 快 refusal especial 谢谢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